嗨 大家好 我是大乘子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 土耳其跟格鲁吉亚的边境 现在是在土耳其的境内 早上我正在做饭 突然就来了一伙土耳其人 在我旁边 然后跟他们又是一顿的掰扯 现在又混熟了 给大家来看一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土耳其他 一般都是双层的火 第一次遇见他这样的 他这里是一个炉子 炉子他这里有一个水龙头 这个水龙头是借开水用的 这样放出来就是水了 然后他的茶就是在这里面 这里面是茶 看一下 茶叶 他这个茶他们都不是用 直接在火上来烧 看 这里是热气 用热气来泡的茶 然后这样一对就是土耳其茶叶了 看着颜色不错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的黑海旁边 然后 这边是 一起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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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是正在 正在这边吃饭嘛 早上刚起来 然后他们就围过来了 然后我的车在这里 他们就过来在这里吃早餐 然后喝茶 还是蛮热情的 他们一来 一天给他们拍一个烟 就跟他们混熟了 又是请我吃早餐 又是请我喝茶的 然后他们的早餐 吃的是 面包 然后西方柿什么的 但是 我不太想吃 谢谢 我把这个来搅一搅 因为那时候我也自己在做饭了嘛 我做的是昨天晚上剩的牛肉 煮了个方便面 煮了点菜 搅拌一下 饭后也别茶 还是不错的 这里有一条小黑 小黑你看他尾巴摇得这么勤快 就知道 非煎即到 刚刚我把我的牛肉的分给他吃了 还给他倒了点猫粮 这家伙都开心了 说起这边的狗 有一条花的狗 真的是讨厌 你看我身上的这一圈泥 还有裤子上的这些泥 我就是早上起床 然后下了一个车 哎呦那家伙扑哧扑哧的 就扑我身上过来 这下面昨天晚上下雨了嘛 全是水塘 他们那个在里面啪啪啪的跑 跑完以后就往我身上一顿扑 吓得我赶紧到这里面躲起来了 还好跑得快 要不然我这一生 不知道要成个啥子样子 给你们看一下我停车点附近的风景啊 这边是高山还有云雾 前面是黑海 那这是车 车昨天晚上是停在那个地方的 往这边再走大概 可能二三十公里 就离开土耳其 进入格罗基亚了 我早上还好跟他们聊了一下 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 就是往前面走的话 那个城市能不能做核酸检测 因为我在地图上去搜 我在那个城市没有搜到有医院 他说那个城市可以去做的 我问他多少钱 他说是免费的 我想这个免费的 应该是对他们土耳其人来说是免费的 但是不巧啊 我也有一年的居住证 那这样的话我也相当于是土耳其人了 我这一年是土耳其人 那我应该可以去乘个免费的核酸打一下 再加上现在进入格罗基亚是必须要打疫苗的 疫苗我本身是打过了 只不过从陆地进入格罗基亚 还有乘船进入格罗基亚是需要核酸检测的 如果是坐飞机的话 就只需要疫苗的接种的证明就可以了 相当好啊 陆地的话就多了这么一个步骤 然后核酸的话大概三到四小时吧 我可以吃餐精子 他应该是 他这个发音的是我可以吃餐精子吗 给我吓得够呛 他其实发音应该是 但是我可以用餐精子吗 YES 吃餐精子的话那也太扭了 特别差 嗯 九个斩 不到二千 二千 OK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这大哥们应该是去拉屎去了 他刚刚看了我的车 现在非常兴奋的给我分享一下他们的车 这边打开是座椅 然后看下他现在要表演什么东西 他应该是要展示什么黑客气 我们看看 非常兴奋 按那个遥控器 啊 这个是个升降的电视机 你看他 反正这一脸兴奋的要跟我分享啊 还有遥控器 好 让我坐上来 让我来感受一下 OK 哦 nice 那上面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顶 这边有按钮 啊 这个是这上面的灯的按钮 这个完全看不懂啊 还不会放点什么刺激的东西吧 啊 他这个电视的清晰度稍微有点差 但是坐在这里还蛮舒服的 他这个沙发挺软的 还好 给我放了一个MV 没有放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嗯 这个可以啊 大小嘛 倒是挺大的 这个得有个小一米的样子 80厘米 或者一米的样子 嘿嘿 有点意思 哈哈 又来了 展示他这个充电宝加电灯 其实这玩意儿我也有啊 这个跟我的照片设备比起来 就有点low了 但是看他一点兴奋 把这个拿捧个场啊 哎呦 这小妖妖的 你看 其实土耳其是一个 一个四十化的穆斯林国家 在他们这边 就不像其他穆斯林国家那么的压抑 算是一个比较折中的结果 还是不错的 好了我下去了 好了我下去了 车子是飞亚特的手动挡 这个就是那个升降的那个装备 如果这个降起来 这边应该是做了一定的隔音的 所以在前面这边听到的声音不是特别大 哦 他的音箱在这里 上面一个大行李箱 两个人在装 这种行李箱就是 关起来特别的麻烦 要刚好卡扣卡在那个位置 我每次东西装多了以后 想再关真的都很困难 看他这样子应该是没有成功 这个我实在是 太有经验了 这种行李箱 你真的就是 一点点的那个高度都不能搞多 必须是有那么多 要不然这个盖子 它就是差一点点它就盖不上 其实下次 我都想搞个那个行李框 不搞这个行李箱了 搞个行李框的话 还可以踩上去 还可以装点大的那种东西 轮胎之类的 看他们这个真的开不上 真的很麻烦 像他这种用蛮力式不行的 你得把里面的行李收拾收拾 刚好卡在那个位置 刚好卡在那个位置 我看他已经非常的烦躁了 这个我太常经历了兄弟 你吃饱了吗 我真怕他把钥匙给你断了 现在应该是关上了 你吃饱了吗 兄弟 你吃饱了 你看吃饱了就很嚣张 尾巴摇的 他们是去了帕沙 那边的边境城市哥鲁吉亚 现在他说他们在黑海边晃悠晃悠 就准备回埃尔茲鲁姆了 没错就是埃尔茲鲁姆 我带了好久好久的城市 兄弟你是不是有点太享受了 这家伙一天无忧无虑的 这只狗还是比较乖的 要是另外一只狗的话 我根本就不想理他 太烦人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享受了 这个小表情 走了 我们在这里躺着吧 现在是中午的十二点半 说早嘛也不早了 那今天我的计划就是 继续把车里面再收拾一下 现在车里面还剩三个塑料袋 的东西还没有清理 把它们该丢的都丢了 让车里面保持一个比较整洁的状态 昨天我已经丢了大概五包的东西 一些我觉得可能会用得到 但是一直没用到的东西 都把它给丢了 今天准备再丢一个锅 再丢一个汽油炉 再看看还有些什么东西要丢的 像这个锅我就把它丢了 我发现我之前对土耳其一直有个误解 我之前觉得土耳其的饭菜不好吃 哎呀这几天我要走了以后才发现 原来土耳其不仅仅只有烤肉 它还有很多的菜息 有的菜还是蛮符合我这个中国人的口味的 做饭太麻烦了 除非是在这种山里面 或者是在湖边那种风景好的地方 还有心情做一做 平时真的是没有心情做饭 在街边随便找个餐厅 随便吃一点 十几十分钟就搞定了 又省时间吃的也还行 所以后面我都不会在野外太多的去做饭了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如果喜欢视频 记得点关注点个赞啊 我是大臣子拜拜 完了这家伙是赖上我了 往这里正好还有一碗牛肉 我刚刚正在吃饭的时候 被他们拉去喝茶 我这个肉都冷了 你看这里面全都是干货 我给你吃吧 便宜你了 进去吧 进去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